为了提供学生更优质的学习环境 陶渊市从108年起开始推动班班游冷气计划 当时就先针对环境较不利 顶楼东西晒的教室先安装冷气 后来中央提经费响应班班游冷气 经过三年的时间 目前已经将冷气全部装设完成 预计5月全面启用 那他特别针对了普通教室 还有家专科教室以及特教班 资源班幼儿园的部分一起部件 所以目前投入了24亿的经费 那其中有3亿是市政府自筹的款项 那部件了16583台的冷气机 那所有的学校也针对了电力系统 不管是新设冷气或者是老旧电源的部分 一定做了改善 那目前已经部件完成了 那最后剩下能源管理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进入在测试的阶段 学生有冷气可以吹 但也有很多家长担心电费问题 夏季电费高涨 这笔钱究竟是学生自费还是由政府支出 教育局表示中央每年会编列经费补助 以后国中小的冷气电费就不会再向家长收取 电费由中央编列经费补助 尤其是我们一年可以补助4个月份 也主要就是夏季最热的部分 5月、6月、9月、10月在使用冷气的部分 有编列预算来指引 那按班级数来给予经费的补助 那平均一个月每个班级可以获得将近3000元的补助款 那这个部分会透过使用管理的模式 由校园内加上节能的课程设计来管控使用 桃园市高国中小学一共装设16583台冷气 同时也一并将老旧电路更新台换 中央每年将补助4个月的冷气费用 等能源管理系统测试完 5月入夏时学生就有冷气可以吹了 记者赖伟一桃云报导 stabbed按道中央 再见